看到了一条好消息告诉娜娜 宝宝 在打造卫生 刚才看到了一条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刚才看到了一条消息 说我们现在在国外的人 华人包括外国朋友来中国的话 隔离政策变了 原来不是14加7 现在变成7天加3天 就是7天集中隔离 3天再加隔离 太棒了 这个真的好消息 对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能省很多成本 而且现在航班也多了 要是你去 可不可以回中国后 对 回中国后就隔离时间少了 省钱了 对不对 对 你女儿的签证怎么样了 我给她妈妈打电话 她妈妈说现在那边大使馆开始陆陆续续可以办签证 特别好的消息 然后现在回国政策也开始越来越放开了 调整了 然后很开心 这样子的话机票航班也多了 接女儿成本也不用那么高了 非常开心 给大家一块分享分享 很多风策像你女儿回中国 那肯定了 那也想 爸爸妈妈很想 爷爷奶奶很想 对 我最想了 对 非常开心 这个政策调整 其实对一些在海外的同胞也是一个好消息 达哥 你什么时候买去凯伦亚的机票 我现在已经开始查了这个机票 非常开心 现在这个机票也不是很贵 去的时候也就是1万多 1万5千 1万6千左右 但回来的时候机票比较贵 但是现在能省隔离费 开心 我过来给大家说这个好消息 真的我很开心 然后的话现在这个隔离政策放开了 只需要7加3 那如果我带女儿回中国到以后 我们只需要在北京或者上海 集中隔离7天吧 可能 我也不知道是回河南还是回北京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 但是现在在洛阳 是可以就是 境外人员来中国到以后 就是7加3 你爸爸去不去? 爸爸去不着 没有签证 你也去不着 爸爸有没有护照? 爸爸有护照 爸爸可以去 没有签证 你也没有签证 你给 我又不是管签证 你给 你给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解女儿 你没有签证 只能我一个人去 嗯 那开始担心了 我快去快回好不好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好消息 然后他妈妈的话也问大使馆了 可以办签证 看他妈妈什么时候把女儿的签证给办好 然后我就买机票去河南街了 之前我不想去 现在我想去 你是不是担心我不回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 不会的 不会 放心 肯定会回来的 你看 爸爸妈妈在 你在 然后把女儿接回来 一家人团聚 好不好 好 那感谢粉丝的关心 啊 很多粉丝 就是给我们发信息啊 就是问我什么时候把女儿接回来 那现在不断的好消息传来啊 这个隔离政策也放松了啊 然后的话 我们像我们出国的情况 也以后也简单了 就以后我想再去做我的翻译 也可以出国去做翻译了 我就不用天天拍视频 你女儿想不想妹妹还是姐姐 嗯 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呀 没跟她说呀 这个先把她接回来 然后咱们再想 给她生个妹妹还是弟弟 爸爸你和你女儿会出国 我们问问她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到时候问问她 喜欢妹妹还是喜欢弟弟 是吧 嗯 对 嗯 那真的很开心啊 这两三天的话 我们没有更新视频啊 就是我一直在联系那边 就是跟女儿妈妈的沟通 问什么时候能帮忙 把女儿的这个回中国的签证办法 哎呀 这个非常开心 没想到这两天 又得到更好的消息 回国这个隔离政策也在慢慢的放开 然后现在变成7加3 然后这个费用省了很多 真的很开心 嗯 对 那我希望啊 早点去哥伦美亚 然后把姑娘给接回来 我也喜欢 谢谢老婆 爱你 快出快会 好了好了 放心放心 去了肯定回来 好啊 嗯 太难 拜拜 拜拜 请点赞 关注评论哦